你那時候是水蜜桃姐姐問你要不要來面試的 對 他那時候就是全班的照片嘛 然後就是直接給製作人他們看 他們說 欸 因為他們那時候說缺一個男生 然後就問我說 就問了製作人說 欸 那全班的照片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覺得不錯的 然後製作人那時候就點了我 他說 欸 那可不可以請這個來試鏡 然後那時候就來 然後就試上了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知道其實就是兒童感 我其實那個時候我真的以為我是來打工的 然後 欸 怎麼打工打著打著 就開始就辦了一些很大的活動 然後我還 到現在都還記得喔 就是我的出道日是7月1號 我是以我第一次上台的那一天為我的出道日 香港回歸那一天 不要來開玩笑 然後後來做了幾個月之後 欸 怎麼台下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然後到時候是爆滿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 應該算是台灣第一組進小巨蛋 上小巨蛋 那時候很多人都說羅志祥是第一個 但如果要說是台灣的演藝人員的話 我們好像是第一個 但我的意思是說如果 我們也算是演藝人員的話 其實我們算是第一組 你們才是第一組 對 但我們那時候好像沒有被歸類在演藝圈 你知道你們那個時候在小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多高嗎 你知道你們在小朋友心目中的地位 這大概僅適於鄭成功吧 就民族英雄 你知道 我沒有想到這些 可是那時候真的很多爸爸媽媽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真的都有跟我們說 他們說他們在家裡 譬如說他們想要看新聞台 電影台 可是小朋友不愛 他只看YoyoTV 他們真的把Logo印出來 剪下來貼在電視上面 然後說這個是兒童台 對 然後或者是很多爸爸媽媽他們會來的時候 就說想要幫我們錄影 他說 你可以幫我們跟我們家小孩說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會好好讀書 然後或者是要吃青菜不要挑食 對 就是諸如此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是 真的是上輩子修來的一個福氣 可以做了一個很不錯的工作 那再來聊聊 就是 你在這個工作做二十年嗎 那大概將近三年前 你決定轉換跑道 對 你怎麼有這個勇氣 那時候 那時候在做西瓜閣這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 比較有點像是公務員 對 然後你到了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那我現在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三年後的我呢 五年後的我呢 或者是十年後的我呢 你就開始在腦子裡面不停的思考 是啊 總不能從西瓜哥哥演到變西瓜阿伯 其實我覺得可以 真的假的 完全沒有問題 像小燕姐 OK 對 不能這樣比小燕姐那是國寶 那個掛掉要蓋國旗送中列詞的 我的意思是說 就像我們看到小燕姐 你會叫她小燕奶奶嗎 是不會啊 她是不是永遠的小燕姐 對 你叫她小燕奶奶她就瘋殺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對 小燕姐小燕姐 Forever 我們不會因為年紀而我們就改了我們的名字 不會 我們可能只是做的事情變比較不一樣了 或表演的方式變比較不一樣了 但那個永遠她都會跟著我們 所以 所以我之前沒有擔心說這件事情不能做一輩子 它其實是可以的 是 對 可是我想要多做一些別的事情 後來你就加入了直播平台 那個時候也是剛好因為疫情 對 然後想說 現在的那個電視權可能所謂的 你講沒落 其實最近有一些不太一樣了 其實我覺得電視權它始終不會沒落到沒有 對 反而電視權它是一個很棒的基石 大家 網路做一做 其實很多人還是會想要回歸到電視 對 那直播節目的時候是因為疫情 然後剛好人家找了 介紹了 就去 然後 它就後來變成一個 就是有點 帶狀節目的概念 所以後來就變 你叫做每天晚上直播多久 一開始還沒有變成節目的時候 我那時候連續播了四個月吧 沒有一天休息 一天都沒有 而且 有時候一次可能六七小時 一次喔 六七小時 對 一次六七小時 我就是在這方面很拚的人 哇 後來你還自己開節目 對 後來就 原本 四個月後 我想說 那 剛好疫情 比較減緩一些些了 然後 因為我自己還有舞蹈教室 對 禮樂方事業 對 後來變禮樂方事業 然後我想說 那 那 我就花一點時間去 別的部分 我說我沒有辦法像 前面這四個月這樣 每天這樣子播了 因為有一些工作就開始回來了嘛 他們說 欸 你上面 累積的那個粉色量 就還蠻不錯的 也是 也是幾萬這樣了 那 有點可惜 那 要不要 我們變成 節目 所以我那時候我們就重新簽了新的 合約 然後就 重新企劃一個節目出來 對 然後我其實蠻感謝他們的 因為 我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說 我可以轉成不同的方式 然後 就開始做那個直播節目 其實一開始很辛苦欸 因為 很多 人 他們對於直播節目的觀念 還是停留在 妹 對 還是停留在那邊 但其實 哥哥摔拍火箭喔 你根本就很適合做直播 沒有 我長粉內 沒有我長粉內 你差小 你是反過來了是不是 對對對 我覺得看直播的 或者是做 主播的 我覺得都 對我們來說 都很重要 是 然後 後來就開始 企劃說 那我們要做怎麼樣的 節目 是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有電台節目嘛 然後我也是主持人 自己出身的 他們說那 你就訪問 我們就邀請 那個 藝人們 或者是歌手們 專訪 我們來專訪 我說可以啊 那我們來弄 但一開始 我真的超常被拒絕的 嗯 就是 人家會覺得 直播平台 我其實 曾經有遇過 我那時候想要邀某一個 某一個藝人 這樣 然後他的經紀人就是 後來他們沒有來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 喔 那個李悅我們下次再去幫你 你知道這句話 我那時候其實 我這樣記者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可是 我也知道對方無心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幫我 原來來我的直播節目叫做幫我 而不是說我們共同完成這一集很好看的節目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他們對於直播節目 是很排斥的 他們覺得比較low 對他們覺得是比較low的 可是他們不知道說 現在外面的世界跟外面的市場 後來在我那時候做了一陣子之後 多少藝人他們在這邊 他們在這邊開設了他們自己的直播 而且收看率非常的高 對